大家好 歡迎收聽 蕭人說蕭話 蕭人說蕭話 蕭人說蕭微 Jerry回來了 這是我們農曆新年之後第一路 因為我們中間其實出去玩了其他的地方也跑了蠻遠 回來之後因為工作的關係 你也知道剛回來總是有一堆狗皮大招的事情 所以也處理了一週 所以好不容易在今天 就可以剛好來錄個Podcast 要錄Podcast的這天呢 也就是228 也就是其實我到上海已經五年了 五週年的時間 那也就剛好借這個機會 來分享一下 我們做銷售 這個工作怎麼有辦法跳脫到其他地區 其他公司的這個五週年的紀念 好不好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五年 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其實我詳細計算如果工作的時間的話 其實也大概是八九年 所以也差不多已經佔了一半以上 那為什麼有機會來呢 應該是說回歸到八年前 當時呢 其實剛好有這個契機啊 有一個創業的機會 跟合作的夥伴 其實也是我的好兄弟 然後跟幾個老前輩這樣子 就是有這個機會嘛 主要是經營這個生技水產養殖 那當時八年前 也可以說將近十年前 在台灣其實它是一個比較少數的產業 因為大家其實還是都在傳統市場比較多 或者是百貨公司的這種 Supermarket買比較多 很少有人會注意這種食安啊 或者是產銷履歷啊這種 所以當時我們就覺得 這個東西呢肯定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我們也就討論了大概將近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試了跑過很多地方 那就決定 那我們就來合作這樣子 那也因為剛好有這個契機呢 就踏上了創業這條路 也是蠻辛苦的一條路 那可以說是這家公司呢 從無到有一磚一瓦呢 都是由我們這個團隊 親手去打造出來的 所有的菜單啊 所有的招聘 包含連公司的地址都是去選的 當時我們 因為有線下的餐廳 連餐廳我們都要打造的是屬於 最大的那種旗艦店 體驗店這樣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很舊很舊的KTV 把它全部打掉 然後重蓋 光打掉的錢 我記得那時候光花費打掉的錢 就花了將近要50萬的台幣 當時對我來說就是一筆 不是很小的數字 確實也是 現在對我來說也是蠻大的 然後所有的菜單啊 招聘啊 包含我還記得 當時我們第一家餐廳 要開幕的前一天 我們所有的桌椅都還沒裝好 下午才緊急的去把這些貨去載過來 載完之後呢 所有人就是 只能親手拿那種螺絲刀 就是螺絲起子 還有電動的沒有電動 一個一個轉 轉到就是裝完所有的東西 setup好之後已經凌晨了 隔天早上呢就準備開幕這樣 那因為第一天嘛 也就是都肯定是高朋滿足 因為都是親朋好友啊 然後來這種捧場 當然呢 也就是整個就是亂七八糟 亂到一個不行 那當然就是生意也還不錯 那第一天呢 因為我們當時呢 也還沒有找到這種 所謂的洗碗的阿姨啊 我們覺得洗碗機應該就來得及 結果哪知道所有的碗都塞車 當天我永遠記得 第一天的晚上我跟我的partner 洗碗洗到凌晨兩點 OK 所以呢 這個體驗也是蠻特別的 當下會覺得 幹我創業來 然後你阿嬤呢 開幕前一天 我還自己在這邊裝椅子 第一天媽的自己洗碗 洗到凌晨兩點 我老闆呢 喔 我是老闆呢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那時候就覺得 哎呦真的是吃力不倒好 但是就是因為要為了節省一些成本嘛 這家公司呢 兩年多來 就是從我們一手打造 把它創立出來呢 最高時期 同時全台灣總共有五家餐廳 喔有兩個倉庫 那兩年多來呢 總共就是說因為有一些股東來來回回啊 有一些資金糾紛啊 然後當然生意就是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 因為我們前期投入的資金其實非常的龐大 那因為我們也有to be的這種業務端在 那就是變成說貨也壓得很死 反正呢各種原因下來呢 讓我覺得身心疲憊 喔那因為也能說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還沒有經驗就是走這一回創業當老闆這條路啊 那也只能跟著老前輩一起走嘛 但是你說他們的觀念是對的嗎 有些是對的 有些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畢竟老企業嘛 走下來的高管留下來的東西 可能就並不一定代表是符合現代的這種經營模式嘛 剛好當時啊 我以為也是一個好兄弟 他從大學畢業呢當兵呢 之後就開始在上海的台資公司實習啊 然後轉到正職啊 然後一路上就是往上走往上走 那當時因為我都會跟他分享這些 我公司上遇到的一些事情 他就邀請我說那你要不就放假 就順便來上海玩玩走走嘛 就散散心這樣子 那也行 然後我就機票買啦 我就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去忘記幾天了 三五天吧 反正呢就看看呢 其實覺得上海怎麼會如此的大 如此的先進 如此的各種驚嘆號 然後因為當時我們的這種生計水產啊 其實也有想要走中國市場這一塊 到了上海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我們的水產在中國賣不動是有道理的 這一點量真的對整個上海的市場來說 就是幾家餐廳的量而已 但對我們來說已經把我們壓死了 然後所有的渠道啊 人家所有的配送啊 都非常的 你說很先進嗎 沒有 但是至少是很有效率的 OK 所以當時回台灣之後呢 我內心就有著這種各種的感嘆啊 我與夥伴一手打到這個品牌產品 好像跟我當初三年前 好像已經不是一個東西了 就是跟你原本想像中的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當時我就 回來之後呢 我原本想說心情會好一點 結果呢我心情更不好了 我每天就覺得我到底在這裡幹嘛 我到底為什麼要這麼認真 這麼努力的打造這個東西 但是好像你們都在那裡內耗 就是不幹一些正經事嘛 就是也不是說不幹一些正經事啦 就是沒有把精力花在真正的地方上 但是時間呢卻佔用我們很大一塊 然後也就是剛好當時我的女友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上海女主人 他們公司剛好要解散了 所以呢他也就剛好領了12月底吧 好像就1月開始正式領這種失業救基金 其實他也領得蠻開心的 當時我們還很開心的就一起去日本旅遊這樣子 然後很開心不必工作這樣 但是到19年1月的時候呢 我就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既然我們家女主人公司已經解散了 那我也不是很想再繼續待在公司經營 現在這個階段的公司了 因為我也其實我也使不上一點力 那倒不如就是我們相約去上海看看機會嘛 因為當時我回來呢 其實也跟他分享了很多新奇的事情 分享了一次又一次 那因為當然我們女主人也是半信半疑 所以呢他就想說 那倒不如也就去看看嘛 因為他通常也都是被我這樣子 半拖半拉這樣子走嘛 那我就真正下令的決心的時候 其實是我記得我當時 看了一本書影響我蠻深的 他講到呢 然後呢 人生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要擁有把自己歸零的勇氣 不管你現在成就是好還是壞 都把自己歸零 如果你的成就已經非常的了不得了 更需要歸零 當時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這句話 那後來我現在想想其實 是沒錯 因為你能夠創造更多不一樣的機會發生 OK 所以於是乎呢 這個契機就是這樣子來了 然後我們就 各換了一萬塊的人民幣 當時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想說 我們如果這兩萬塊錢 就在上海這樣花花花完了 那就當我們在上海 做一個long stay的旅遊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在這邊玩玩 看玩幾個月 玩幾週就回來嘛 所以我們就買了228的機票 我當時我記得過完年沒多久 我就決定這件事情 我就立刻馬上買機票 因為我會找到最快的 好像就是隔一週 當時我們家女主人 還因為這件事情 不是很開心 因為她會覺得 才剛決定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快 我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要拖這麼久 我拖越久 不是越心煩這件事情嘛 所以呢 就是很快的就隔週 我們就 尾巴就飛上海這樣子 然後抵達上海的第一天呢 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上海那時候非常的冷 冷那個不行 然後我們住在Airbnb 好像兩天還三天這樣子 住在上海的正式中心 也就是育園的旁邊 那當時因為Airbnb 在中國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就住了一個 蠻舊的房子這樣子 然後暖氣也不是很暖 反正當時我們在房間裡面呢 整個就是非常非常的冷 非常非常的冷 然後又因為你知道在中國啊 每個地方都是使用行動支付 都要用手機支付 但是你要有銀行卡 就是你的銀行帳戶 你有這種卡片 你才能綁定你的手機嘛 因為當時很嚴格 中國的銀行呢 審核的非常嚴格 你必須要有公司 給你的勞動合同 就是所謂的契約啦 的offer啦 那你去辦的時候 他還會打電話 到公司的人事部 去跟你確認 確認好了之後 他才能同意你辦 這個銀行的帳戶 因為早期呢 台灣人太多做詐騙的 就是到中國去辦一辦之後 人就消失了 那所以也沒辦法 這也是我們的 豐工偉業嘛 那因為沒有銀行卡 所以我們就只能 一直用現金 就很不方便 因為很多店家都是 不准用現金的 所以他們要找錢 也很麻煩 然後我換的錢 都是一張一張一百的 就非常的麻煩 然後剛好就是借助 我這個朋友的協助下 就找到房子 離市中心應該這樣去 有20公里的一個大樓吧 然後環境是還OK 他的缺點就是 非常他媽的遠而已 就沒有別的 然後就當下呢 我們就搬過去嘛 然後就簽約嘛 然後就付了三個月的押金 跟一個月的租金這樣子 結果你娘就是 我們不是帶了兩萬塊來嗎 結果這樣扣一扣之後 我發現我們全身上下 只剩下五千還六千的 人民幣而已 當時我就其實 非常的緊張 我想說 好不容易就是已經 都已經安大好了 就是房子弄好了 然後準備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結果剩下的錢 只剩下五六千塊 其實核算台幣也就是兩三萬塊 哇塞我當時呢 真的就是覺得 我可能在幾天就要回台灣了 我到底簽這個房子要幹嘛 然後我就非常緊張 那也還好 因為淘寶上面的生活用品 其實都不貴 然後也有那種很便宜的 那也是淘寶其實也是一種學問 相信我覺得大部分的聽眾 大部分的朋友都用過淘寶買過東西 你說它品質呢 肯定不會好到哪裡去 但能不能用 能用 會不會很差 其實也不會到很差 但是你就對於那種質感 質的那種感覺呢 就是不是特別好 這個相信你們能理解我在說什麼 所以於是乎呢 我們就趕緊計劃要去找工作這樣 當時我記得我在其他集也分享過 我當時最遠最遠的一家公司 跑到了路程將近兩個小時的公司 等於說來回呢 一天你就要花四個小時通勤 像神經病一樣現在想 但是當時你沒有工作你必須 人家發什麼來你就去什麼 你沒有什麼好選的你懂嗎 就是人家丟塊肉給你 丟塊草給你 你都必須得咬著 所以呢 也就去了 也就當個經驗嘛 經驗 然後呢 因為我是銷售出身嘛 所以賣東西這種東西 其實對我來說不難 所以有賣一些很奇怪的東西的啊 然後 有什麼賣類似那種 老鼠會的東西啊 圍商啊這種 我還去面試過電影製作 他還問我說有沒有相關經驗 我都跟他說有 還有一家公司呢 我對他們當時的歷史背景 其實不是非常的 知道說他們很在意 小日本這件事情 他們對日本其實 還是有一點點一點點就是 心有不甘的那種心情 畢竟就是當時日本 就是攻打中國 我從東北過來的時候這個 歷史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屈辱嘛 當時我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舉了一個日本米的例子 我說人家日本米就做得很好啊 然後中國的東北大米呢 你說他會做得非常 但是他們就不能比 你看 當時我是面試官 我聽到他 聽到我自己講這種故事 我肯定就一巴掌給他下去了 對吧 因為他們其實是 不是那麼喜歡日本嘛 那我又剛好舉了這個 嗯 不是很好的例子 後來我想一想才知道 哦 蠢啊 當然那家公司賣的東西也蠻奇怪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在不在 很多啦 就是我面試過很多東西啊 還面試過藝術總監的 畫廊的 然後賣手錶的 賣古董的 反正我都去面試過 然後平均一天呢 面試大概就是三到四家吧 反正日子過得很充實啊 哦 然後 因為你每天都 必須想著你身上真的只剩下五六千塊而已 OK 當然有信用卡可以刷 但是 你要知道你已經沒有 我的剛開始想的想法就是 這些錢 兩萬塊花完我就要回家了 那 確實上海呢 工作機會很多 公司非常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爛的也很多 哦 爛的公司 爛的工作也很多 根本不用說你的主管 你根本就還沒進去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老闆是怎麼樣子 爛的人也一堆嘛 OK 最後一次是 我陪我們家女主人去面試 OK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在地鐵口準備 就是資料嘛 打電腦 然後在Starbucks等他 然後他就去了嘛 結果去去去之後 公司的總經理就說 我們剛好有在面試 那個銷售 他就問女主人說 你自己來上海 他說還有 還有我這樣子 他說 那你要不要順便 叫他過來面試 這樣就給他看了照片 OK 然後他就覺得 還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我過去的路上 大概就五分鐘吧 我什麼東西都沒準備 我連對這家公司 的銷售客戶啊 的渠道是什麼 我完全一點都不知道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賣的產品裡面有什麼 我完全就沒有做過研究這樣子 然後呢 又拿起我非常生疏的英文 講的七分八落 那我想說完蛋了 我真的是完蛋了 結果呢 最後面試的時候呢 就是 總經理基本上都是跟我在閒聊 就問說 你怎麼長這樣子啊 怎麼頭髮剃這樣啊 然後眼鏡啊 然後 衣服啊 你不能穿這樣上班 就是在閒聊 就是 有去過哪個地方啊 什麼的 就這樣結束之後 我的第一份工作的offer 我就拿到了 基本上他沒有問我什麼 之前的項目經驗啊 賣東西的經驗啊 你對產品的看法啊 什麼的 都沒有 就這樣聊完之後呢 我就拿到我的第一 在上海的第一個offer 然後呢 我就是覺得還在 有點半夢半昏的狀態的時候呢 我拿到了 我就 當下呢 我就 買了回 台灣的機票 因為呢 我上班需要穿西裝 然後 就是正裝就對了 當時呢 上海的東西的物價 我真的是花不下去啊 然後我也不想花時間 再去一個一個找 然後一個一個去掏 所以呢 我就直接買機票 回台灣 順便再整理一些需要的東西回來 然後 欸我也記得 我第一年 進公司onboard的時間呢 就是3月26 當時呢 我進公司呢 所有人就是穿黑西裝 白襯衫 黑領帶 統一服裝 雖然說可能會不同品牌 但是顏色看上去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坐在電腦前面 就開始打電腦 然後我進去呢 然後就 寫資料嘛 寫完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幹嘛 完全沒有人 告訴我要 做任何的事情 然後IT拿了電腦給我之後呢 我打開之後 完全沒辦法打字耶 幹 我打的是注音耶 新注音 你知道嗎 你哪罵呢 我認真打了五個字 要在搜尋引擎 搜尋東西 我真的沒辦法呢 我無能為力 因為他們打的是英文的拼音 然後拼成中文 然後呢 其他的銷售同事呢 就 也就打個招呼 然後就問說 欸 你之前做過銷售 你應該知道 要幹嘛吧 然後就開始講 開始講 幹 他講完一篇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當時我完全就不知道 所謂的國際酒店的集團有哪些啊 然後分了哪些品牌啊 高中低啊 分奢華品牌 經濟型品牌 公寓品牌 我根本就不知道 因為在台灣壓根就沒有這些品牌 就算有 十隻手指頭都數得出來 而且呢這十隻數出來呢 基本上都在台北 也沒有在台中高雄台南或其他的城市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當天回家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很委屈啊 就很無奈你知道嗎 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衝阿回 就是覺得 你怎麼這麼笨啊 你怎麼都不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然後 我就是認真的隔天之後 我就是去收收集這些資料嘛 開始研究嘛 然後因為 真的沒有人管我 真的沒有人管我 然後呢 我就開始把那個 新注音 跟的鍵盤打出來 我就貼在我的那個 電腦桌的旁邊 然後我就開始練習打拼音 我真的是硬著頭皮喔 硬著頭皮 每天都是打拼音 就算打得再慢 我都會打拼音 然後呢 不懂的東西呢 我就是慢慢的去找中國地圖 因為當時他們有很多術語啊 什麼華東華北 靠腰 所以上海是屬於華東還是華北 我怎麼知道啦 所以呢就只能去找地圖 然後慢慢的就是把它找出來 我就把中國地圖打印出來 就是列印出來 就貼在旁邊 每一個客戶 我都是這樣子一個一個 對對在他是中國哪邊 整個把中國的地理我跟你講 翻過一遍啊 整理了大概 將近一個月還是兩個月吧 我終於知道 原來中國是長這個樣子 原來上海有這麼多酒店 原來上海長這樣 原來上海在這裡 各式各樣的原來呢 就出現了 就是 我真的連我當天 第一天飛到上海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上海在哪裡 我只知道中國這麼大一片 這麼大一片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OK 反正呢 就是 整個地理上呢 我就變得非常的 有概念 然後就越來越好 然後再隔一個月之後呢 我連手機的輸入法都改成拼音 我就已經也不用注音打中文字了 所以 我就是變得很習慣的 打中文全部都是用拼音打 也 現在讓我再回去打注音呢 反而我會變得有點卡卡的 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OK 我在上海第一份工作就是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我就是在以前 新加坡公司在賣茶葉的 那我當時生活呢 就非常的簡單 因為其實半年之後 應該說三四個月之後 就沒什麼特別的壓力 就生活很簡單 我去上班 下班 然後就去運動去健身房 然後休假呢 就出去走走 吃吃飯 然後 週末嘛 然後再回來上班 就是工作上 基本上沒有壓力 因為業績呢 因為這公司特別的大 應該說品牌他們做得很好 你不太需要去找客戶 客戶自己會來找你 當時呢 從一開始呢 其他同事會嘲笑你嘛 就是說 你幹過銷售 還不知道要幹嘛 等於說我在學習中 在嘲笑中學習嘛 然後慢慢的想辦法呢 把他們幹掉 大家不想做的事情呢 我都會撿起來做 但是我也會慢慢的 再把它吐掉 吐回去給大家 我就是撿掉我自己想要的 然後再把它吐回去 那 這就是一些 嗯 辦法嘛 對嘛 就是人辦法想出來的 那就這樣一年的時間呢 我就開始覺得 哎 好無聊喔 就是這個工作等於是 讓我像是一個 半退休的公務員 我每天就是去打開電腦 我後期我真的記得 我每天打開呢 就是開始看股票 然後泡杯茶 然後接接電話 然後打給客戶 然後看一下 股票啊 然後再看一下 欸 最近有什麼東西 可以去啊 開了什麼新餐廳 每天的事情就是很簡單 沒有什麼挑戰性 對我來說 然後我其實自己也覺得 我可能有一點被孽狂啊 就是當時我就覺得 我已經其實不是那麼快樂了 我其實沒那麼高興 沒那麼快開心 在我的這個生活當中 因為跟我當時想像的 已經不一樣了 我是來這邊就是有種 像要打仗這樣子 欸 要來個輸贏這樣 當時呢 因為國際進口展啊 展覽會上呢 我認識也是一個台灣的 咖啡公司的銷售 當然現在他也是我的好兄弟啊 在這個展會上呢 我意外認識了他老闆 其實也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然後在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兄弟 因為家裡出現一些 家庭因素需要回台灣處理 而且是非常緊急的那一種 我老闆就輾轉問說 有沒有興趣來接這個 公司的這個位置 那我就這樣子進了公司 然後也就到現在 將近三年多吧 三年吧 然後跟之前公司比起來呢 是很有難度 也怕我當時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怕我自己做不好 會被裁員啊 然後因為 當然你各種東西 又要再歸零 又要再重來 是有一點不是很舒服 但是這種感覺 會讓你覺得 欸 好像你還活著 你懂嗎 然後中間期間呢 每隔一季左右呢 其實我都會 因為這份工作 就是現在的這個咖啡公司的工作 氣到想要離職 就是氣到 就是為什麼我要 他媽待在這個公司 他媽為什麼要待在這個產業 也因為 最後也因為疫情呢 讓很多事情 有了很多的變數 因為疫情的發生 其實讓很多事情慢下來之後 反而 就有點像海水 退去之後 會發現 欸 很多人是 沒有穿衣服的 欸 怎麼裸體這樣子 然後 也就剛好就是做了一次的 改革吧 我覺得 然後 如果你問我說 現在還想歸零離開嗎 我會覺得 何樂不為呢 因為大家都怕呢 找不到工作 其實大家怕的 不是找不到工作 而是找不到一個 好的工作 但這個世界上呢 的公司跟企業 真的會讓你失業嘛 你說有科技業 有資訊業 有傳統產業 而且 這麼多的公司企業 你真的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工作嗎 我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其實 肯定有這個工作能做 只是 在你心目中 可能不是這麼好 那如果你也是這麼想 你也這樣子擔心 那代表 你是一個上進的人嗎 那你有可能 會找不到工作嗎 不可能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在上海怎麼會 有辦法找到工作 其實不難啊 其實不難 因為 畢竟你們講的 其實都是中文嘛 然後 可能就是需要一點 其他外語的技巧 或者是其他外語的技能 但其實 用的 其實你說比例來說呢 將近就是60-40 這就是整個五年來 在工作上呢 可能大家會比較有的問題 當然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每天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待在這邊 然後 又會有出現新的挑戰出來 這也是我現在目前 待在我們公司 是一個比較好讓我說服 我自己留下來的理由 因為 它沒這麼無聊 接下來我們再聊一下 就是在 整個上海五年的生活上 在一開始找到 第一份工作 還沒領薪水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自己 怎麼可以這麼的客難 當時買什麼都會覺得很貴 都要先把人民幣換算成台幣 然後再換算 然後就覺得 真的不能這樣子花錢 你會看 因為我每天都記賬 你就會看你每天的 花出去的錢 就是慢慢的累加 慢慢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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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當然之後就發薪水了 隔了幾個月之後 直到突然間有一天 你發現 你存下來的錢 是人民幣 你換算成台幣之後 好像也不少 然後就 慢慢的就沒有這麼嚴謹 這麼嚴格的在計算說 要換算成台幣 基本上差不多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說差10塊20塊台幣 就是4、5塊 3到5塊人民幣 其實沒差多少 所以就算了 OK 那中間有過房子漏水的問題 然後度假回來 然後整面牆壁是稀爛的 然後房東就是很消極的處理 然後當時我真的是也是很生氣 因為那個房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他 當然他已經嫁來上海 非常長一段時間了 你還要這麼消極 你就是擺明就是在欺負我嘛 當時我真的是氣到呢 我要把他整面牆都打壞 然後把他馬桶炸掉 反正押金我也不要了 當然最後是沒有了 只是說當時的情緒上呢 是這樣子形容的 中間呢 因為這件事情呢 也經歷了就是我自己一個人搬 搬家的紀錄 因為當時我們家女主人在工作嘛 然後我就 只能我自己搬 然後當然啦 中間幾個小時有真的不行了 叫朋友來幫忙 這樣 然後我這中間一共搬了兩次加 然後就最後近一次就是搬到 然後離市中心稍微又更近一點點 又更近一點 大概是10公里吧 10公里大概到市中心半小時 40分 差不多 所以對我來說已經 我已經很滿足了 那你說下一次搬家會在哪呢 欸 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覺得到時候再說 因為明天的事情誰知道呢 對吧 這種事情我認為不會影響生活非常大的事情 基本上我都覺得 沒關係 然後其他生活呢 其實也像我之前說的 其實在中國呢 不是不可能 只是還沒發生 很多事情呢 就是 你會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那不要鬧了啦 這裡是中國啦 只是你還沒看到還沒發生而已啦 好不好 肯定是有這個機會的啦 那對於調皮搗蛋的我來說呢 我也是滿白目的 所以 這種事情對我來說 欸 就覺得欸 好滿新奇的 告喝勝欸 喝勝喝勝這樣子 好像我好幾次 喔 因為趕時間嘛 我在南京西路上面 他其實是禁止自行車 騎在那種路上面的 那第一次的時候我不知道 我就被警察攔下來 那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這邊不能起 但是警察也很硬 他就說 也不是說你不知道就不行啊 你還是得開罰單 所以 他就開了我好像 50還80的罰單這樣子 然後要我現場繳 因為 我們的證件沒辦法 扣錢嘛 所以呢 我就也剛好裝死了 我沒有行動支付啊 那又不這樣 我有銀行卡 但是呢 你讓我去 去旁邊領錢 好吧 我領完之後我就回來 他就也真的讓我去領了 廢話 當然我就再也沒回去啦 我神經病了 我都已經走了 我還在那邊跟你 付這個錢欸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也真的趕時間 然後我就是 騎的自行車就是 穿越了 不知道哪一個路口 也是不能騎的 然後我就被攔下 我就覺得喔 幹 煩死了 然後我一開口呢 就開始亂講英文 然後就是假裝我聽不懂 這樣子 就耗耗耗耗耗了大概也十幾分鐘之後 他也是因為工作上嘛 然後就讓我走 因為他也不想在那邊煩 然後也沒辦法開發單這樣 就很好笑啦 然後 當然還有一些 喔 對對對還有一個就是 在機場安檢的時候 你知道 中國呢 就是最會做一些沒有必要的檢查 就是任何的安檢呢 他們就是走一個行駛 你東西放去他根本就沒看光機 所以每一次好幾次我出差的時候 就已經 你知道早起要去坐飛機 就已經很煩 坐火車已經很煩 然後還要過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安檢 然後就會覺得 喔 可惡 然後我的臉呢 通常就是一早就會臭到一個不行 臭到那種 眼神會直接殺死人的那一種 真的好幾次喔 我每次過完安檢之後 通常不是都會再摸一下身體啊 幹嘛之後 他都直接說阿來你走 屢是不爽耶 就是只要我臉臭到一個不行 眼神可以直接殺死他 他們基本上都不會摸 再檢查我的身體 就直接叫我離開 當然啦 中間呢 發生了疫情啊 然後其實 我在之前的急速也說了 就是上海在22年的3月 其實瘋了3個月嘛 基本上 能說中國國內呢 是一個沒有疫情 正常沒有疫情的狀況 當然我指的是在活動上 所以 當時我跟我們家女主人呢 也就是到處的去 中國旅遊啦 然後 你說 也就是說再認識一次中國的地理嘛 然後看看這些不一樣的區域啊 食物啊 然後對於工作跟生活上 平衡呢 在上海呢 你其實能找到 一點點 那麼一點點的興趣愛好吧 我要那種都不花錢的 那你去吃死吧 好吧 你去死吧 像之前說的啊 你說茶 像我比較有興趣的茶 咖啡啊 知識啊 起司啊 雪茄啊 等進口的這種 各國流通的東西 在這邊其實都是 很多啦 就是很多的進口商 他會想盡辦法把全世界搬過來 然後 然後像汽車啊 機車啊 電動車啊 全世界最便宜的電動車也在中國嘛 特斯拉嘛 然後滑雪啊 潛水啊 音樂爵士 公仔 潮流 或是打麻將啊 得作撲克啊 桌遊等等 一定那麼有一點是你可以找到 就是那麼一點點興趣 可以去平衡你的工作啦 那你說喔 不 我是個宅男宅女 我都是在家 喔 那再見 不好意思 我們就這裡就不討論這個啦 OK 總結呢 很多台灣人到中國 不管是上海北京廣州 深圳這幾個大城市 不喜歡這邊 嗯 但大家都是抱著一樣的目的來的 就是人民幣嘛 對吧 說實話也沒有人說會 自願的想到這邊 離鄉背景 像我一樣 像北七這樣 就是想出來這裡long stay 然後就莫名其妙的 也就待下來這樣 不要抱著很大的偏見來呢 基本上你就不會這麼討厭這裡 如果你一開始來 你就帶著很大的偏見啊 帶著我們他們 你們我們不一樣啊 誰們不一樣啊 那我相信你很快就會回去 而且你會過得很辛苦 而且你會很不開心 如果你是抱著冒險的精神 嗯 看一下這邊呢 到底能多離譜 這些事情到底能夠多誇張啊 能夠多瘋啊 那你不覺得其實蠻好玩的嗎 所以到現在五年喔 就是今天真的滿五年 我還是覺得 我在這裡呢 其實是在玩耍 當然我還是認真工作的時候 我還是很認真在工作 OK 但是你說下一個地方 我們會到哪裡 會到哪個城市 或是區域 有沒有可能離開這個國家 到其他國家 我也不知道 我也曾經收過其他地方的offer 但我沒有去 嗯 可能我還沒準備好 我也還沒有 調適好我要做歸零的那一天 但始終沒有設定結束的那一天 OK 所以他真的結束的時候呢 自然會找上我 嗯 很多朋友呢 也都會問說 那你什麼時候回台灣啊 你真的不回來喔 你要在那邊定居喔 說實話我真的不知道 當時機來的時候呢 我相信我自然跟然就會回去 我們身邊當然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來來去去幾年啊 就是就 也就是有回去的嘛 當然 很多原因啊 有的是生小孩啊 有的是工作啊 有的是 欸真的 當時疫情 封鎖那三個月 真的壓垮蠻多人的 最近其實有一個很流行的詞就是 跳脫數字圈啦 我知道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youtuber 他們就是打著這個口號 當然他們做的影片 我覺得都非常的棒 但是其實 我不是非常認同就是 所謂的跳脫數字圈 就是 你肯定是不舒服嘛 你肯定不會鬆快嘛 你才會離開你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雖然說可能你某方面的成就 對大家來說可能是 欸好像很棒啊 很ok啊 其實已經夠啦 對吧 有房有車 有孩子 對有些人來說可能已經ok了 但是有些人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不舒服 不舒適嘛 所以他才會想要離開嘛 所以才會有人離婚嘛 對吧 所以 我一直認為 嗯 沒有所謂的 真的舒適 圈跳脫這種事情 肯定是你自己不舒服 最後在這邊呢 我覺得 只能說你如果不是在家裡 哪怕你今天是在台灣 台北 或者是離開你自己的家鄉城市 到台灣每一個地方去 其實你也都是在做一個冒險 跟做一種不一樣的嘗試嘛 整體來說呢 你會得到蠻多的 當然我 這五年 我真的 覺得 這裡讓我 得到蠻多的 當然不是只有人民幣 或者是金錢上的東西 學習的渠道 然後能夠知道的知識 每個人不一樣的想法 邏輯 這些都是隱形的讓我 更加的 成長茁壯 幹好噁心喔 我其實不是很想要這樣說 但是呢就是 你會變得真的變得更厲害一點 我覺得 至少 你在這邊看過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很多誇張 你沒有辦法諒解的事情 你已經先看過 就是你已經先看過 大海了 你再去看到小溪跟小河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那土石流也就還好吧 就這樣子嘛 對吧 你如果看過日本海嘯 你就會覺得其實都 災難呢 有是有 但是我看過已經最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會定期的更新 然後跟大家 說一下我的銷售經驗 銷售的人事務 罵老闆 罵同事 或者是罵客戶 讓我們就在 繼續在中國這裡冒險 然後嘗試新東西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